诸多府兵进宫 意欲何为啊 回禀太皇太后 臣等为大洲江山冒死觐见 恳请太皇太后下旨 霸楚阳间左大丞相与监国之职 好一个冒死觐见 赵太补和诸位亲王 身着戎装 手持利剑 不知今日若是太皇太后 不应与你们的觐见 死的会是谁 太后此言是预献我等 于大不一吗 难道不是吗 自然不是 臣蒙先帝不弃 临终前将陛下 于大洲江山托付于我 因此即便太皇太后误会 臣等也不得不冒死觐见 臣等恳请太皇太后下旨 罢黜阳间 重新选定辅国大臣 请太皇太后下旨 阳间监国是先帝遗诏 哀家纵是先帝母亲 也绝不逆先帝之意 先帝在世 曾屡次斥责阳间居心叵测 先帝圣名 怎会把江山交付于阳间之手 放肆 依你所言 便是哀家假传遗诏 即便遗诏有假 也是杨坚所谓 与太皇太后无关 哀家不相信杨坚是这样的人 杨家世代中烈 杨坚与五弟又是八败之交 就算天底下所有人都背叛先帝 但那杨坚不会 至少此刻 带兵闯入我洪圣宫的 不是杨坚 而是你们 一挨家看 的确有人要谋逆造反 但并非杨坚 而是你们 太皇太后所言 臣等万不敢当 那臣受先帝大恩 如今情势危急 许便宜行事 你要做什么 太皇太后放心 臣等绝对不会加害太皇太后 和陛下 带走 放肆 你以为抓了我们 便能威胁我父亲吗 你休想 是吗 那臣倒真想试试 带走 赵月 你若敢动我 我立刻血剑洪圣宫 不出半日 你逼宫害死太后 皇帝恩养之母的消息 便会传遍整个长安 到时 我看你当不当得起 这个谋逆大罪 传我之令 为报太皇太后 太后与陛下周全 从即刻起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任何人踏出洪圣宫一步 是 是 你们可算回来了 宫里形势如何 赵月如今软禁了太皇太后 与皇帝 他们人多事众 守卫森严 我们暂时无法通谱 大哥 我与永儿已分头联络了杨家救部 他们今月听从大哥调遣 我也联络了吟孝宽 他愿意带领手下两万副兵 助我们起誓 此刻 大军已驻扎长安城外 指训你一声令下 即刻进城绞杀赵月 另外 徐卓大哥一直运用藏金 安装屯粮 打造兵器 随时可供应用 好 有了这些兵力 再加上得党的调度 何受大事不成 铲除奸臣 还天下太平 没想到 如今进到了这个局面 想我北国公主 下到大洲 从王妃 皇后 太后 走到这太皇太后 享尽了一生的荣华 面相 竟落得如此下场 昭月毕宫直逝 不久便会传到杨家 父亲定会来救我们的 救与不救 又有何区别 母后这是何意 即便今日逃出这淋雨 他日又会被关进来 我们孤儿刮母 平远都是受人拜扮 母后 为今之计 只有找一位 年富力强的新军 才能带领着颓废的大洲 开创新的局面 凭我们 是无法做到的 母后 是想 将皇位 传给某位亲王 自然不是 他们狼子野心 眼中只有对权力的迷恋 如何治理得了国家 若将皇位传给他们 我们的性命怕是不保 尤其是产儿 他们必定除之 以绝后患 那 母后意下如何 五弟闻韬五略 但这一生却都在忌惮阳间 甚至是嫉妒的 阳间 确有九五之才 这些年 为大洲立下赫赫功勋 若没有他 大洲怕是早已复灭 也只有他 才能保我们性命无虞 不可 为何不可 父亲是外妻 若尚未 会遭天下人的耻笑 他没头没巧 何来耻笑之说 我也是自愿善为于他 杨丽华 我与你相处多年 并不是不了解你 比起独孤家罗 你野性更深 但你却不及他聪明 知事理 产儿为帝 你为太后 若阳间为帝 你只为公主 你一难平吧 是又如何 父亲一生忠义 他必定不会答应 我劝你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阿勇 阿勇 我经历了 我相信这个决定 你定会支持我的 我这一生 终于做了一件 令你满意的事 太皇太后真是不识气 居然软硬不吃 照我说 干脆杀了他 太皇太后杀不得 他已死阳间的 监国之位